四岁的乐乐长期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右侧手臂莫名其妙长了一圈圆环 这个圆环到底是什么 最初家里人对此没有放在心上 哪知乐乐的右前臂一天比一天更宏重 2018年过年后 乐乐的家人赶紧将女儿送到医院就诊 浙江某医院的业医师诊断后认为 罪魁祸首竟是一橡皮筋 这个答案让乐乐的父母难以相信 最终环形橡皮筋被手术取出 彻底解决了乐乐的病痛 业主人称 橡皮筋长进手臂实属不常见 但医生们几乎都曾经遇到过 被一根头发丝或袜子里的线头缠绕后受伤的患儿 动信文君查阅发现 头发丝缠绕导致幼儿受伤的事情 确实实有发生 为什么这些物品能长进肉里 曾解决过类似问题的彭医生表示 这是因为幼儿皮肤较为娇嫩 一根细线一根头发丝 对婴儿的切合力都很强 其次 丝线缠绕阻碍了血液流通 导致出现肿胀 而肿胀进一步使得丝线缠绕加深 如此恶性循环 丝线越缠越紧 医生提醒 家长们要加强安全意识 三岁以内的孩子 要禁止给孩子玩橡皮筋 也不建议给孩子手臂戴视频 同时 小心头发丝等缠绕在孩子身上 新京暴动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